當然你也可以把拍的部分加一個final 加一個final的修飾詞之後 它就變成常數了 就不能被改變 另外我們接下來就是指定的運算值 所謂指定運算值這個地方 我們指定的方式就是由右至左 比如說我把值傳給前面 前面每一個通通都會是同一個數值 比如說5 那假設我按照剛剛的這個範例裡面 比如說我加入一個area 這個darea這個計算的結果 那我在這邊也可以做一個動作 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今天假如說 我要把值它本來是double 那我宣告三個abc 這個三個變數abc 它分別宣告為int 就是說它是整數的 那我這個整數部分呢 假如說我今天要把它傳給前面的 特別是這邊順便再學一個 假設說我今天要把它傳給前面 它就會產生錯誤 為什麼呢?因為它的資料不一樣 不一樣的話呢 那我怎麼樣可以讓這個值 強制讓它怎麼樣呢? 強制轉換為什麼呢? 轉換為int 就是說呢?整數的部分 那強制轉換成某一種資料型別 你可以在變數前面 加上這個 它要強制轉換的資料型別 像這樣子 就會把本來是有小數點的狀態 把它強制轉換成沒有小數點 那分別就會傳給cba 傳到前面你會發現 那底下你就把它print line出去的話 結果abc它都會是一樣的 可是它的傳的方式是由右至左 就是說先傳給c 再傳給b 再傳給a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把它執行來看一下 執行之後呢 這邊假設我輸入一個20 好,確定 那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求得的結果呢 就是 它原來是有小數點 那它就會先傳給c 所以c的值是沒有小數點 再傳給b 再傳給a 那所以你會發現 b,c,a都會是同樣的值 只是說呢 因為我強制把它轉換為沒有小數點 所以加一個印值就可以 那輸出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那另外 在最後這邊有一個是 double.toString有沒有 這個toString的方法 也就是說我給它之後呢 它就會強制怎麼樣呢 把原來double 就是小數點 把它變成什麼呢 String 可是String呢 它本身 轉過來之後呢 它還是會保留小數點 只是說它把它變成所謂的 支援的方式顯示 也就是說一個支援的 這個形式裡面 比如說1256.0 也就是說它總共在這個地方 我們toString之後的話呢 它的結果就會不一樣 結果就不一樣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可以在這裡設一個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可以把這個toString的值 我先把這個toString的值 先把它傳給s好了 假設s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 然後再把這個值 秀出來 等於s好了 s 如果我今天來看一下 這種方式 class 這是小寫沒錯 它也是小寫 大小寫有差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直接傳給它 並且在這邊設中斷點 好,這邊設中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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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來觀察一下 好,我們來觀察一下 出錯 好,到這裡 好,到這裡 那我把它傳給它 toString之後的話呢 那你會發現它接收到的是什麼呢 toString 把它print出去 好,如果說它沒有秀出來 你還可以有一個方式 選舉它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做視察 視察 可以看一下觀察裡面 1256.0 有沒有 那實際上它是 也是一個chart的陣列 有沒有看 chart6有沒有 那chart6本身呢 總共裡面當然可以放 7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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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該 6 更正一下 6應該是長度 也就是說 0到5 所以這邊裡面放了 6個資料 那6個資料裡面分別是 1 2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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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可是我刚刚提过,String实际上是模拟什么呢? 模拟chart,字元 因为字元才是基本 chart才是最基本的资料形别 那在基本资料形别里面没有String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是模拟出来的 模拟出一个阵列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你们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观察 好吧,画面先再切换给各位 再练习一下就是说,加入这个地方 加入这个 怎么样把这个运算值指定给前面 就是后面的变数指定给前面 另外如果说它的资料形别,形态不一样的话 可以用强制的方式把它做转换 那这边的话,另外还要再了解一个toString的方式 怎么样把一个,比如说我double的资料形别 把它转换为这个所谓的String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59 Anyways,这里的," też 0,1,2,4,6,6,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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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3,4,7,1